我生完紫禁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非常非常抗拒生第二個 結果來算紫禁的名字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講過說 我一定會再生一個兒子 我就說不可能 有一天我就夢到一個小男生 坐了一台小火車 他就說哈囉 媽媽你準備好了嗎 就在夢中裡面沒有想太多 我就說準備好啦 然後我就起床了 我就想到說天啊 這該不會是太夢吧 因為是一個小男生 然後我就說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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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準備好 我還沒準備好 結果後來那個月的時候 我就驗到我馬運了 可以下去嗎 可不可以下去嗎 我有跟你們講過我的胎夢嗎 其實我生完紫禁的時候 我其實非常非常非常抗拒生第二個 結果來算紫禁的名字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講過說 我一定會再生一個兒子 我就說不可能 我生不生不是老師可以救生 我就是一個這麼硬港的人 然後我有去坐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也跟我說 你會再有一個兒子哦 他跟著你們耶 然後我就想說 你怎麼那麼可怕怎麼可能 就過了一陣子之後 有一天我就夢到一個小男生 坐了一台小火車 他就說哈囉 媽媽你準備好了嗎 就在夢中裡面沒有想太多 我就說 準備好了 然後我就起床了 我就想到說 天啊這該不會是太夢吧 因為是一個小男生 然後我就說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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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準備好 我還沒準備好 結果後來那個月的時候 我就驗到我馬運了 然後我心想說 我死定了 我跟他說我準備好了 可是我那時候又不想生 可是隔了沒幾天 我月經就大了 就來了 隔了大概將近 半年之久哦 我又夢到 同一個小男生 然後這次他在樹上 他就喊說 媽媽 然後我就抬頭 我就說 怎麼又是你 他就說 媽媽你這次準備好了嗎 上次你答應我準備好的耶 可是你又說你還沒準備好 我說好 這次我真的準備好了 然後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想說 死定了 我昨天又答應他準備好 如果我這次又跟他說 我沒有準備好 我這樣我就是一個 食言而非的媽媽 不行 我教我女兒 不能食言而非 所以我就說 好 我準備好 然後後來 下一次月經就沒有來 就懷孕了 可以下去嗎 可不可以下去啊 可不可以下去啊